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这个众所周知,每天晚上的睡觉前是养生的环境时段 今天,李医生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在睡觉前做的养生妙招 第一个养生妙招就是不熬夜 中医认为熬夜最伤气血 经常熬夜的人气血亏虚 很多人二三十岁就开始脱发、泄滴 还伴有口臭、错疮、便秘等症状 长期熬夜对人体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如果不得不熬夜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补觉 同时还要吃一些补气血的食物 比如桂园、核桃、枣、枸杞等等 另外,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道养肝茶 适合长期熬夜导致肝血不足的人饮用 准备山杂15克、桂盐肉15克 去核的红枣三枚 将以上的食材洗干净 放入茶壶当中 用沸水浸泡10分钟之后 再煮10分钟即可 这个茶能够往养肝血去医治、安省住眠 第二个养生妙招 泡饺 这个泡饺的好处非常的多 泡饺一般泡15到20分钟 人微微出汗即可 每天晚上泡泡饺 能够往温阴驱寒 缓解感冒症状 消除疲劳 还能够提升睡眠的质量 第三个养生妙招 睡前稍微喝点水 人在熟睡的时候 出汗、呼吸都会造成体内水分的丢失 从而导致血液粘稠度的增加 而睡觉之前喝点水 有助于预防夜间血液粘稠度的增加 保持血流通畅 防止血酸的形成 尤其是有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中脑年人 最好在床头备上一杯水 注意了 喝水量最好不要超过200毫升 以免增加液料的量 影响您的睡眠 第四个养生妙招 疏头 睡前梳头发能够刺激头皮的神经末梢 和毛细血管 通过大脑皮层使头部的神经得到缓解和松弛 有助于您的睡眠 梳头的时候先从前而开始向后梳 梳尺紧贴头部的位置 然后头顶梳到后颈部 注意了梳理头发的时候用力均衡 动作要柔和 不要弄伤了头皮 最后一个养生妙招 开窗 开门 通通风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关紧门窗是没有错的 不过要注意啊 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 因为呢 成年人睡眠当中啊 每个小时 敷出啊 30升左右的二氧化碳 如果总是紧闭门窗呢 这些敷出的二氧化碳 就会在室内不断的蓄积 不利于您的健康 李医生建议大家 在睡前最好开门 或者开窗通通风 保持20分钟 在入睡的时候呢 再关闭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在视频下方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